此片堪称最无心的怪物电影 能忍住不吐寒泪看完全片的 绝对是万中无一的强者 而胆小的朋友切记 要在正如太阳高照的时候 准备好尿不湿和塑料袋关于 发车了 这个母亲竟被自己的孩子 直接吓死了 因为她产下了一只 蠕动的虫卵怪物 但在剥开怪物的皮肉时 护士却发现了一个婴儿 因为孩子的父亲 是一只变异的一代母 苍蝇 所以婴儿的染色体里 有一部分基因也是苍蝇的 这导致小帅在12个月大的时候 就长出五六岁孩子的身体 并且和苍蝇一样 完全无需睡眠 还展现出了恐怖的智力 在13月大的时候 就能制造出精密的电动机械头盔 为了不让医生烦自己 在三秒内 就完成一个智商高达160的成年人 需要三分钟才能完成的 迷宫路线解析体 长到14个月的时候 小帅就能轻松破译掉 公司的安保系统 此时24小时间是小帅的员工 也打了瞌睡 恶意的小帅打开缸门 进入了实验室 很快 小帅就发现了 一只可爱的金毛 无父无母 没朋友的小帅 几天内 就和金毛 产生了伙伴一般的友情 还会把每天午餐里的牛排 留给金毛 可这天小帅发现 狗子突然不见了 标签显示是送去了三号实验室 焦急的小帅 立刻就来到了 指定的实验室 正巧 狗子也被带了出来 接着 就被关入了奇怪的仪器中 而小帅还不知道 恐怖的试验即将开始 还和狗子打招 让金毛加油 可怕的是 下一秒 另一台机器打开时 狗子竟然变成了 一头凶残的怪物 狠狠养向工作人员 而边上14个月大的小帅 情绪也彻底崩溃 大叫起来 丧彪立刻过去 抱住他 安慰小帅 一定会让狗子好好安心 可悲的是 狗子成了牺牲品后 几年的时间 和数亿的经费投入 丧彪的传送机 还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连一个苹果 都无法传送成功 此时的小帅 也来到了五岁 而身体 却已经快速生长到 二十岁的状态 讽刺的是 丧彪送给小帅 五岁的生日礼物 竟然是 小帅的隐私权 接着 让小帅毁坏了 镜子后的监控室 送出了一套 私人公寓给小帅 因为丧彪明白 可能没多久 小帅身体内的苍蝇精英 就会彻底苏醒 所以丧彪 想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 赶紧利用小帅变态的智力 找出传送器的 正确改良方案 果然没几天 小帅就有了进展 无机物的电话传送 很快就成功了 但让小帅没想到的是 当他去试验所 找活体动物 准备做实验的时候 却一眼认出 面前这只变异的狗子 就是几年前 传送失败的金毛 他人生中的 第一个朋友 此时狗子无时无刻 都在承受 机体变异带来的折磨 痛苦地哀嚎着 而看见进来的小帅时 先是敌意地吼了两声 之后 竟欢快地摇起了尾巴 原来狗子也认出了小帅 那天小帅带上安乐药水 送心爱的狗子 永久地安息了 失去狗子的小帅 整个人彻底崩溃 但是幸运的小帅 遇见了自己的真爱 小美 很快 爱情治愈了所有心伤 小帅正做了起来 并且有了颠覆性的灵感 小帅重新写出了 能传送生命体的程序代码 并且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 但恐怖的是 小帅的身体逐渐开始变异了 这是我见过最恶心的怪物 更恐怖的是 博士竟然想用女友的人类基因 稀释掉自己体内的苍蝇基因 但融合传送即将开始的时候 边上的大山醒了过来 抬枪打断了传输电脑 而电脑没有停止工作 却将怪物的电脑进行融入 怪物博士的苍蝇基因 没有被替换掉 反而一部分身体变成了金属 很快就咯屁了 怪物虽然死了 可阿珍却怀上了苍蝇博士的孩子 在产下了一只蠕虫后 阿珍被吓得弃绝身亡 阿珍死后 护士破开虫皮后发现 里面竟然有一个婴儿 之前给苍蝇博士 提供科研经费的丧彪工业 收养了苍蝇博士的孩子小帅 因为孩子的基因中 含有苍蝇的染色体 所以几年后小帅 也会变成二代母苍蝇人 而在幼儿时期 小帅就受到苍蝇染色体的影响 无需睡眠 还拥有超越常人的智力 并且在五岁的时候 就长得和成年人二十岁以来 更恐怖的是 他的身体已经开始逐渐变异 而丧彪对传送机的研究 也是没有一丁点进展 只能寄希望于 智力超群的小帅 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他不光继承了 博士的苍蝇基因 同时也继承了 苍蝇博士的科学天赋 很快就攻破了无机物的传送 之后 活体生物的传送 也迎刃而解 获得成功 但身体的加速变异 让小帅的精神 变得极度爆发 宣泄精神压力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公寓中 被丧彪装上了摄像头 而自己的家里 24小时不间断地 有人监视着他所做的一切 看见已经暴走的小帅 监视人员赶紧开溜 可小帅发现 满屋都是关于自己的录像带 里面还有 小帅父亲变异的所有资料 很快丧彪就赶了过来 倒出了实情 原来 丧彪只是把小帅 当作开发传送机的工具 现在活体传送已经成功 他也不再有什么利用价值 而小帅 很快就会变异为苍蝇人 成为活体标本 最终沦落为公司赚钱的工具 知道了所有秘密的小帅 伤心欲绝 决定逃离丧彪的公司 由于机体的加速变异 此时的小帅 也拥有着可怕的力量 和速度 很快就逃出了公司 可到了小美家 她的脸部再次变异得更加恐怖 但小美非但没有嫌弃小帅 还接纳了自己的爱人 恐怖的是 到了晚上 小帅的身体组织开始脱落 之后 身上长出了厚厚的珠网 没有办法的小美 只能再次联系丧彪 希望公司可以用强大的科技 延续小帅的生命 但他们不知道 更恐怖的是 发生了 注意看 男人的身上 长满了诡异的丝线和鳞片 但当被送上手术台的时候 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坨重用 而到了午夜 霍霍的结痂里 有东西开始移动 流出了奇怪的体验 医疗仪器 发出高负荷的警报声 博士背下的头皮发麻 什么东西 就要从重用中暴体而出 接着 一只恶心的怪物 缓缓爬了出来 一找 就撕碎了博士 此时 怪物已经来到了走廊 跳了出来 对面的狗子 瞬间吓得瑟瑟发抖 可怪物 只是摸了摸狗头 就走了 并没有伤害狗子 但下一秒 怪物又弄死一个男人 并且在走廊里 诡异地拖行着男人的尸体 安保 很快在监控中发现了怪物 立刻通知了丧彪 并且按下了肛门的开关 要把怪物封锁在走廊里 没想到 怪物吊起了尸体 用男人的通行证 打开了肛门 而里面的安保人员 看见怪物在飞来的尸体 立刻关上了肛门 但没想到 怪物突然拔断了电脑 整个实验室瞬间断电 当被用电源恢复时 怪物在所有的监控中 诡异地消失了 原来怪物 机智地爬进了通风管道 接着从实验室的屋顶 一跃而下 先解决掉 里面所有持枪的安保人员 怪物看了看自己的女友小美 并没有伤害她 一把前驻丧彪 来到了电脑面前 用丧彪的手 按出了她处心几率 都想知道的密码 DAD 父亲 原来小帅 一直在心底 都爱着丧彪 把她视为父亲 但丧彪始终都是把小帅 当作赚钱的工具 和一只怪物 没有爱过小帅 哪怕一天 并彻底伤害了小帅 此时丧彪已经被怪物 拖进了传送舱 并且怪物不断用力 下压丧彪的手 暗示外面的小美 按下回车键 进行基因融合再交换 小美心领神会 毅然决然地按了进去 一阵雷电闪过 转眼间两只怪物 被送出舱门 小美冲了上去 拨开表面溃烂的腐肉 基因染色体替换成功 小帅重新变回正常人 这其实是一部 讲爱的电影 小帅爱狗子金毛 看见变异的狗子痛苦 也会流泪伤心 崩溃不舍 最后送狗子上天堂 也是爱 无愿意爱狗 再受折磨 小美知道小帅变成了怪物 依旧接纳小帅 不嫌弃爱人 虽然丧彪口说小帅 就如同自己的儿子 但却从未真心爱过小帅 所以丧彪 死都想不到密码是dad 倘若丧彪拿出真心 爱小帅 我相信小帅 一定会把一切 都留给丧彪的 所以要真心去爱啊 朋友们